大家好 上星期和大家分享 港股還有能力挑戰26800至27000 上星期三期港股也挑戰過這個位置 但隨後就下降 最主要在星期四、五方面 也有最新的監管方面的消息 尤其是在星期四對網上銷售的保險 星期五到直播的三軸問題 最重要是App方面收集訊息 所以在短時間大家繼續關注 內地方面的監管訊號會否有鬆綁的情況 但始終近期市場氣氛繼續炒股不炒市 炒著職優類股份做得比較理想的個別股份 而下面支持位今個星期都會看 接近去到25800這個位置 而上面的阻力區間繼續放在26800至27000 要突破這個位置 要等到整體的監管氣氛開始大家淡化了 才有機會上升高一點 而今個星期都要留意 星期初會內地方面公佈的一系列經濟數據 顧頭相關的數據 看看接下來一些基建類股份可否再次有機會落獄 接下來是接業績公佈的高峰期 其實一些主要藍籌股份都會陸續公佈業績 當然有幫助大家比較關注 可否幫助市場再重拾一定短集的聲勢 接下來除了這類型的消息之外 當然要看到星期五 恒指貴檢方面到底有多少股份今次會被納入藍籌 當然不排除一些成份類比較高的股份 其實都要有減榜的情況 但這些都是短暫影響到股價的情況 其實未必會長遠 所以暫時可能下星期 繼續找一些業績理想的股份投放為主